历经两次大地震后 坚固砖墙成了大大手手石块 四散满地 已经看不出房屋原本的样貌 居民从十分钟勉强找出家当 这里是阿富汗西北部城市赫拉特 7号刚发生规模6.3强震 还没来得及重建 11日又有规模6.3的地震 家直接没了 一间通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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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两个人 有机会 寻思完 那么再次 二路 一般 整个人 到了 一盒 一小狗 那是 我 SE 就是 面部门 最接近 这 我觉得 我以前 吃了 他 我 居民露宿街头盖上统一发放的棉被 这就是房屋重建前证实的家 阿富汗旧灾管理事馆远曾表示 地震超过两千人死亡 但灾区地处偏远加上重复通报 政府将死亡人数下收至一千人以上 受伤人数只得超过两千人 7号强震哈克村700栋房舍还没被震垮 11号不堪大地震再清洗 全岛光成了废墟 居民面临没得吃没得住的总境 就怕还有余震 不少人只敢睡在户外 毕竟家想要恢复原状还遥遥无期 TV新闻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